同學,我們上課了 他有講話的 我剛剛這邊把H8漏掉了 你把它填進去 那我們現在來分析這個物理意義 我們知道這data函數告訴我們什麼 這data函數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如果要要籤的話 如果這個,我看 如果這不等0的話 跌的函數等多少 這不等0 告訴我們,data 等個0,對不對 我們在H8我們應該等個什麼 就是能量 這是,假如是電子的話 就是電子的質量 如果光子的話就是光子的質量 對不起,能量 所以1,光子的能量或者什麼 或者是電子的能量 那這是等於0 也就是說,只有它等於0的時候才怎麼樣 才有貢獻 才會要籤 所以當,只當 是不是 我們這邊就分成兩種前線的討論 一種是怎麼樣 一種是取符號的 這邊 我們來看這兩種前線的物理 我們先討論負號的前線 那是正 那負號的前線表示說 1等於多少 1等多少 等1m 那這個前線呢 那這個前線呢 表示1等1 1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正負號什麼來的 正負號是原先這個來的 負號是原先這個式子來的 原先這個式子 那正負號就是這個正負號 是這來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項物理 這項告訴我們說 你粒子 光子也好 粒子也好 它的能量是等於怎麼樣 我們知道這是 最後這是原先的狀態 這是跳過去的狀態 也就是說 跳過去的狀態 比原先的狀態能量要怎麼樣 能量要大 也就是說 對原子來說 它的狀態 它的狀態 它的能量怎麼樣 它比它大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正的嘛 它比它大對不對 所以是原先比較 原先 原先什麼樣 原先比較小 後來比較大 所以這是什麼情況 吸收的 對,吸收的 就是說 我這個體系 我這個原子也好 原子吸收的能量 從那個光子 或者什麼樣 從電子裡 就吸收到 吸收的能量 所以 Obsorption 那這個剛剛反過來 這是什麼 這複色的 就 這個系統 那個能量怎麼樣 能量跑掉了 它複色能量出去了 所以它能量怎麼樣 能量減少了 所以以後 以後你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如果是吸收了顯顯 你這邊要用什麼 用負的 如果是隱命顯顯顯 這邊要用什麼 用正的 這樣會 這樣會了 那這個視覺告訴我們怎麼樣 這兩個視覺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能量守衡 所以這是能量守衡 這樣會了嗎 所以這結論也告訴我們說 它交互 量子物理也告訴我們說 整個交換作用程序 是能量守衡的 所以以後我們再談那個 光子的 以後 我們可能 你們這本書 你們這本書後面有談到那個 光的吸收這些問題 但我們大概沒有時間 上到那邊 那些就要用到這些觀念 要要籤的公式 要記住 要籤的公式就很重要了 那底下我再跟你們講那個 第三節 你們書上的第三節 它名稱是這個 相位空間 基督教會講怎麼樣 我們底下講的是叫能界密度 還有那個 導數 導數向量 對起來 就是說那個 K向量的空間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底下討論是這樣 我們假想 電子也好 電子也好對不對 或者是光子也好 它是在這個 立方體裡頭 那邊長是0到L 就邊長 它長度就是 長度的邊長是L 那是一個立方體 那我們假想 就說電子 或者是 或者是光子 它要局限在這個空間裡頭 知道我問你一下 然後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要知道的就是說 它的有些什麼樣的狀態存在 也就是光子 光子有些什麼樣的能量 或者有些什麼樣的波向量 包括電子也好 存在有哪些可能 為什麼我們講這些呢 因為主要是這個 主要就是這個來源 就是這個怎麼來的 當然這個我也可以用外加 這個來源是從 這個頻率的來源是什麼 那我們再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先從一度 我們先從一度空間 我們先從一度空間 來先討論這個 然後再延伸到三度空間 一度空間的話就變成這樣 這個領 這是L對不對 對 結果它只在怎麼樣 只在0跟L之間運動 就1D 那如果是自由粒子的話 自由粒子的話 我們波函是怎麼樣描述 對 波函是平面波 波函是平面波 對 這個適用光子 是用電子都可以 那你知道如果是電子的話 我們要等多少 光子的話就是光的頻率嘛 對不對 如果光子就是光的頻率 那如果是電子的話呢 我們要等什麼 如果是電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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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就是我們原先是1T嘛 1T然後 Omega對什麼 原先的 原先的OmegaT 是1乘上T 然後除以H bar 所以Omega等於多少 等於1H bar 假如是電子的話 就是它的能量 電子的能量除以H bar 就是Omega 那如果光子的話 就是光的頻率嘛 應該講應該腳頻率啦 這沒問題 那前面這個係數 是規法係數 就你那個波 這個波函數 絕對是平方 那從0 基溫到L等於1嘛 所以你就得到 這規法係數 但是呢 在那個 我們在處理那個 尤其是電子的問題 我們通常把它 延伸到怎麼樣 延伸到 延伸到 負無限大 到無限大 所以 我們利用 利用那個 我們叫 周旗性的邊界條件 我們叫周旗性的邊界條件 把它延伸到 延伸到正負無限大 這意思就變成這樣 之後我們把它換成 你知道我寫的意思 前線是0到 L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延伸到 怎麼樣 0到L L到2L 然後0到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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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我寫的意思 對 好 那我現在問你們 我們在固態 固態理論 固態物理理論 都是這樣做 好 那我現在問你 為什麼我們要多持一舉 怎麼樣 從事學意義來看可以這樣想的 我說物理意義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把它延伸到正負無限大去 這也是我們物理上很多 一個很多技巧的問題 我們在物理上處理問題的技巧之一 OK 我現在用另外一個比喻來告訴你 我們好 你們在學那個力學的時候 一個例子 容不容不容算 單一個例子 總不容不容不算 兩個例子 容不容不容不算 兩個例子我們可以完全正確 我們利用那個執心 執心對 利用執心運動 跟相對運動 我們很容易可以處理 三個例子呢 好不好處理 三個例子 就很難處理了 但从另外几段如果非常多粒子又怎么样 又变成好写了 我们可以用平均方式 或者用统计理学来处理 所以最难处理是什么 不多不少那最难处理 我们就物理上的系统是这样子 最难算 那我们如果像原先这个系统的话 边界边界有没有影响 边界的破坏有没有影响 有啊 经常边界在边界的话破坏数会降成什么 会降成零啊 小小我讲的意思 真正的显示 假如有边界的话破坏数会降 一个会降到零 而且超出这个边界有没有 还有没有破坏数 还有啊 它是指示函数下降的 这样先什么 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解构啊 我们在那个一度空间位置的时候都解构 如果超出这个地方的破坏数是什么样 破坏数不是降成零 它是指示函数下降的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算 很麻烦啊 我们如果把它延伸无限远就这一段重复一次 我们只要算这一段重复一次 我们只要算这一段就可以了 但我们又没有怎么样 又没有边界的 又不用考虑边界的问题 我们固态舞都这样处理的啦 这样就很容易算了 小不小讲意思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边界条件 我们利用这个边界条件 叫做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叫做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很容易计算这个问题 这样知道来源了 那什么叫做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那什么叫做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什么叫做周期性的边界条件 这是告诉我们就是破坏数 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的破坏数 跟在这里的破坏数 就是重复过去 这里跟这里一样 这里跟这里一样 然后一直重复到什么样 重复到无限远去 这有讲意思没有 这有讲意思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我们把这个坏数带进来 所以Fy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L 告诉我们是不是要等这样子 那这个等式成立的话 表示说这一项告诉我们说 Explential i 然后K乘到L 这些设计需要要等于1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 这只是函数会等于1 就是说这个Algium等到多少 2π乘以整数的时候 所以告诉我们说 K乘上L 必须怎么样 2π乘上来整数 是不是 你叫做K K不再怎么样 不再是一个连续框层数了 不是任意的K怎么样 不是任意K都满足了 只有哪些K才满足这个 只有这些K 只有这些K才怎么样 才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我现在把它画成这个 只有这些点 只有这些点的K才怎么样 才满足那个边界条件 其他K是不行的 这样知道吗 只有这些K才是允许的 那么这一点是N等多少 N等于1 N等于1 然后这是N等于2 这是N等于-1 那这个间隔等于1 那这个间隔等于多少 N等于1 对 这个间隔就是这 这样会吗 对 你就说只有这些K点才存在的 才是满足什么样 满足我们的要求 那中间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这种状态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比 我们来做 我画一个图 这是N等于2 对 我画这个 假设我有个跌打K 就K的范围 K的变化量 从跌打K 对不对 那这边的 N的数目从这边是2 那这边是5 这边有几个点 点数 点数多少点 就跌打K这方有几个点数 有三个点 对不对 那三个点就是 我用一个跌打N 就是有几个状态点 前面这边第五点 5减掉多少 5减掉2 所以是3 5减掉2 对不对 就在这个范围里头 在跌打K这个范围里头 有这么多点 这样坚持吗 OK 那跌打N跟跌打K 成什么关系 对 跌打K 是等于 跌打N 然后成为多少 成为这个 这基本单位 是2π 来 这样会了吗 这是状态的数目 我们这一点 不要代表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范围里头 跌打K的范围里头 有三个状态 状态数目 结果在这个范围里头状态数目 这样会了吗 那我们可以把这比 所以这比例我们知道 那如果 如果L取成无限大的话 取L非常大的话 如果L非常大的话 我们这跌打就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微小量 会了吗 所以我们就变成这 变成DK DN 这样会不会 我们通常跌打是表示比较大的量 那用D的话就变微小量 这样会吗 这样知道我写的意思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DN 我们把它倒过来 DN把它换过来 是等于是多少 L 然后2π 然后怎么样 然后DK 我们可以把K换成动量 如果换成动量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 对就是 D P 然后H bar 这样会了吗 我们把K换成动量 就变成 再出于H bar就变成动量 这是一度空间的 一度空间的 那我们看 如果两度空间的话 我们想大家都可以延伸吧 两度空间 我先把图画出来的 这两度空间 两度空间就变成这样子 Ks跟ky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变成这一点 我画的这黄色点 就是允许的状态 这是N1 然后N1跟N2 对不对 那如果这是坐标原点 那我们知道这间隔多长 对间隔 基本当然是L2π 这是X方向的 Y方向呢 Y方向也是相同 对不对 就等着这样子 所以这个面积 我写一个面积 这基本单位的面积就是这个 那这些线的交叉点 这些线的交叉点 就是怎么样 就是允许的状态 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观念 我们把这个公式 我们只要把这个公式 延伸成两度空间的 就变成这样 DN1 DN2 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 这样子的 所以等于是2π的 L平方 然后2π H bar 然后 DP1 DPS 然后DPY 对不对 假设两度空间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直接用这个公式 那如果三度空间 我就不怕这个了 如果三度空间的话 3D的话 该这么写 DN1 DN2 DN3 对不对 有三度空间嘛 那等于是L的三次方 然后2π H bar H bar H bar 三次方 然后DPX DPY DPJ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子 假如三度空间的话 我们从一度空间 引伸到三度空间 是这样 当然这边我们是用直角坐标 这边我们是用直角坐标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式改写成这样子 变成是 D3N 对不对 等于体积 这数目的怎么样 三度空间的数目 那个交叉点 那这是动量的怎么样 动量的三度空间 动量空间 其实就我们今天讲的 Face Space 这我们就讲的 这个标题是这个来的 这样知道 标题就是 动量空间里头的怎么样 的那个点数 这样会了吗 所以这告诉我们 某个动量空间里头 一个小体积 动量空间的小体积里头 有多少状态 知道我讲意思没有 就是说在 动量空间 就是说这个量 是在 为在动量空间的 空间的 这个体积里的状态数目 这样它知道它的物理力 其实就是有多少 这个交叉点 有多少个交叉点 那我们再继续 我们讲这些东西 是要我们下一次 要用到我们刚刚那个 我刚刚不是几个原子里头吗 原子在那个 有电子打进来嘛 或者有光子打进来 对不对 它的状态的改变 那状态改变就要我们 之后这些状态都要考虑进去 这样进去是什么 那我们下一代看 当你考虑所有这些状态的时候 它的药圈困难率会变成什么样子 该怎么算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OK